好,欢迎回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同向联想 你可以自己先想象一下,对吧,你自己先思考一下 同向联想,我们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方向,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指所写的人事物联想 与之相同或者相似特点的人事物 也就是说,这个和这个是相似的 它是一种同向的这种相似的人或者事或者物 对不对,我们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看一下这首小诗叫做天上的街市来总的 我们学大家,郭沫若先生,我们来看一下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非常相似的事物 街灯和明星,天上的星星和街上的灯 那么作者先由远远的街灯联想到了什么呀 天上璀璨的明星 然后又由天上的明星联想到了街灯 这就是一个相似的事物同向联想的一个过程 相信大家可以理解 那么反向理解就是说,跟所写人和事或者物 也就是你想表达的这样一个,描述的这样一个人事物之后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一下,故乡中写到这个 中年润土的贫困衰老精神麻木和少年润土 你想想少年润土那个形象是不是非常的棒 与少年润土当时的这种健康活泼天真浪漫的小英雄的形象 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 那么这就是一种,一个是健康活泼的 一个是衰老的,颓废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样一个反向的联想 那么突出了润土变化之大 比如说再举个例子 你们可以想到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好 对于一件事情帮了你很大的忙 那么你对这个人觉得非常感激 同时呢,你又想到 在上个月啊,我也是有求于人 希望别人能帮我解决燃眉之急 但是那个人却对我是什么呀 不理不睬的态度 这就是一个怎么样,反向的联想 对吧,一个人对你特别好 全力支持你 另一个人却没有帮你,不理不睬 这就是一个对比的反向联想 相信大家理解没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多向联想啊 以某一个事物作为一个触发点 或者你说触发点也没有问题的啊 也就是说有一个中心的点 好,由此呢,任意联想出预知相关的事物 在进行多项联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联想的一个广度深度和吸引度 我再仔细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这 这一个点是我要描写的对象 那么我希望通过这个点 进行一个扩散式的联想 我从这个角度看 这个角度来发射出去 我可以联想到某个事物 好,我从那个角度发射出去 我又联想到跟这个中心事物 又相关的一个事物 这就是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多项联想 好,我们运用多项联想来分析一下这个幸福 那么这也是在作文中经常运用到的 这样一个联想的方式啊 比如说,请你以幸福为话题 那你就要进行一个多项的发散的联想啊 进行看一下,你想到了什么 你现在可以赶快头脑风暴一下啊 想到了什么 幸福,我们可以想到幸福的人 或者幸福的事儿,对吧 甚至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幸福的名人名言 对吧,有钱会幸福 有了家庭会幸福,对不对 等等等等 有了知识会幸福,对吧 还有什么呢 学习是幸福的 玩耍是幸福的 旅行是幸福的 睡觉是幸福的,等等 那你当然从幸福也可以想到一个反向的不幸福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嘛 OK,我们来看一下 好,第一个 名人的幸福观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林肯说到 有人在你面前能说老实话 这是一种幸福 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做他自己 这就是一个幸福的时刻 好,斯兰克林说到 一进入工作啊 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有始不完的幸福 他愿意为科学奉献自己的一切 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非常快乐幸福的事情 好,燕尼说 我坐在卡尔的房间里 转抄他那潦草不清的这样一个文章的那些日子 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你就会觉得他们两个的 这个马克思和燕尼的故事嘛 对不对 你就会觉得他们两个 哪怕我只是帮他的忙 但是我是帮我爱人的忙 我觉得我幸福极了 对不对 好,我能够看到他的思想 我能够看到他的文字 好,同一周曾经说过呢 我们的乐趣不是倾气富有 而是科研工作 对科研工作的热心赶走了我们的日常不适 你找到了一个兴趣点 你就是幸福的 对不对 这是明远的幸福观 那么幸福的颜色呢 我们再进一步联想一下 有这样专门的说法啊 蓝天说幸福是蓝色的 当你心情烦躁的时候 想想幸福 你会平静下来 带着舒畅的心情去体验生活之美样 那么花儿说幸福是什么 小小说幸福是什么 稻谷说幸福是什么 彩虹说什么 白云说什么 你这样进行的联想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这种多项联想之后 你具有一些非常经典的素材 比如说刚才我们的名言名言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发泛思维说 幸福可以用一种颜色表达 在这里我们的不同的自然景物 会告诉我们幸福的真谛 对吧 一种抽象的方式来阐述幸福 也可以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刚才小达老师就说到了一个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对不对 这是来自列富托尔斯泰的名著中的一句话 那么你就知道 那么这句话出自哪里 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再进行一个简单的联想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一句引用出来啊 对不对 你如果能用引用这些东西 进行多项联想 并且能够用它们的话 我就觉得 你的作文马上就会丰富起来 它的这个厚实感会增强 对不对 好我们来继续往下 只要掌握了联想呢 我们就在写作文的时候啊 就能够 浮想联篇 当然在这里 哎 千万不要把浮想联篇就想成了一个贬义词 是意思是呢 你在这里 哎 发散思维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大 那么你所能够用的材料 素材 以及写作的思路会越来越广 对不对 哎 自然 文 人如全有 对不对 哎 相信大家能够理解的啊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想象的空间 我们已经讲了太多太多关于联想的事情 那么想象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想象并不是我们所 哎 大部分人所认为的一个胡思乱想的过程啊 有时候 哎 你们写一个想象类的文 那对吧 那有可能就马上奔到了宇宙 马上奔到了这个地球 太空 等等等等 对吧 哎 想到了30年以后 50年以后 100年以后的事情 那么 那么在这里呢 今天所讲的这个想象部分的内容啊 希望更多的是让你在这个 哎 作文中如何合理的去运用想象啊 写作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一定的方法 那么具体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在下面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 想象必须要符合这个生活的逻辑 嗯 具体想象创造出来的新形象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创设一些新的人物啊 情节啊 人物活动和情节展开的这样的环境啊 以及由人物事物环境所构成的完整的生活画面 那么这些想象出的事物内容 必须要符合这个 哎 生活本身所固有的一些规律 那么这样才会使人可信 对吧 哎 如果你的这样一篇文章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 写的相当的精彩 就像很多市面上的这种 哎 这种预言小说等等 就写的非常非常精彩 但是呢 由于里面你所新创设的人物啊 情节太多 因为就导致我真的没有办法记住这个人 他具备哪些本领 对吧 他好像会使剑 然后又会什么念力 对吧 哎 又会这个又会那个 就是我实在是记得清楚 所以呢 对这个情节的把握会特别的低 那么就会觉得 哎 怎么回事啊 就会到后面我就不太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说 如果你能够有一些生活基础的话 可能 哎 我能够根据一定的这样一个逻辑思维 去把握它 哎 对吧 所以这样的成功 你能够让你的读者去跟着你的思路走 理解你的话 那才是一个好作文 对不对 哎 好 所以必须要够生活的这种逻辑 好 第二个 根据材料 想想必须要服从作文主旨的需要 在这里这一点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哎 你本来一篇作文的中心是明确的 对吧 哎 主旨是要确定的 你不能说我写着写着突然就已经不说这件事情了 对吧 哎 哪怕我们说有一个话题作文 这样你说 哎 比如说 你 哎 未来 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个人 哎 那么你就写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就写到了 哦 他战 世界大战 对吧 他为保护地球 共建了多少力量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事 但是最后 这个人的形象是什么呢 你有说清楚吗 你一直在陶醉于 啊 咱们怎么把它刻画成一种superman的形象 对吧 哎 刻画成一种超人的形象 他具备什么什么样的本领 他用什么什么样的武器 你一直在特别兴奋的去 表达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忽略了 哎 未来遇见的某个人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人到底具有 哎 他可能 你外貌可能会描写到 对吧 哎 他长成什么样的 对吧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以及他具备哪些形象 那么你最后的这一个主旨 可能就会落在这个人的精神品质 形象特征之上 对吧 但是如果你没有说到 这就比较浅显了啊 这篇文章就比较浅了 OK 所以说再给大家讲个例子 叫做世界的最后一刻 我相信你看到这个 马上又又又到了这个宇宙大战的时候了吧 对不对 世界的最后一刻 也就是说我们地球要消失了 是吗 哎 你可能就想到了这个 然后什么火星人要攻打地球了 是吧 哎 你会想到这些 那么 但是 类似这样一个想象的题目 小达老师怎么解决的 我仍然要基于生活 世界的最后一刻 为什么要一定要宇宙爆发啊 对吧 宇宙战争爆发 不一定啊 世界的最后一刻 有可能就现在马上就发生了 对吧 你怎么知道 会在几百年以后 几千年以后 有可能下一秒就就就发生啊 对不对 那么当时我写这篇文章 我就罗列了 用一种类似蒙太奇的方法 罗列了各种各样的场景 比如说 哎 有爸爸和小孩对话的 特别温馨的场景 然后呢 有这个孕妇啊 推着这样的小车 在公园里散步的场景 哎 有这种小男孩和小女孩 一起拉着手 做游戏的场景 对不对 有各种各样的 哎 大多数都是温馨温暖的场景 然后呢 哎 当你正在纳闷说 哎 小达老师 你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篇幅 去写这样一些情景啊 而且每个情景 似乎没有太多的联系 只是描述一下 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常态 对不对 但是在最后一段 就用一句话 我说清楚了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就在下一秒 世界在书的一生中 就消失了 你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有什么想法 你是不是觉得 我没有太 说太多 我就让一句话 结束全篇 所以说 世界的最后一刻 让我写成了一个 比较具有哲理的一篇文章 它不仅仅讲的是 世界最后一刻 我们将会遇到 怎样的一个惨境 我只是想告诉你 世界的最后一刻 有可能马上下一秒 就会来临 而这时候的你有可能 正在沉浸在幸福当中 只是你没有意识到 下一刻世界就消失了 所以说 希望你 享受你的幸福 珍惜你所有的时间 对不对 这意境马上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篇作文了 对不对 我没有用想象的方式去写它嘛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想象的这个概念 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往这个科幻 魔幻 未来这样去想 跟想的东西很多 对不对 我们继续来 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 选择好想象的这个触发点 有一点触发出去 有眼前的所见所闻 触发 减出想象的一个线头 出发点选择的好呢 这个想象的阀门一打开 就如同这种童话世界里的这种魔广一样 哎 那一点 这个脑海中就有很多非常奇妙的新鲜的事物 就会有很多生动的想象 就关键在于 你从哪一个点出发去展开你的想象 千万不要约束自己的思维啊 比如说天上的街市这篇 刚才我们读过的 对吧 哎 这首小诗的 形象的出发点就是街灯 它由街灯怎么样 眼前的实景这样一个实景 街灯 想到了天上的明星 再由天上的明星想象开去 创造出一个天上街市的这样一个美景 人间天上 哎 来回的这样一个反复 回还互比 构成一个非常美丽的这样一个境界 对不对 天上的街市 哎 天上的明星有可能就是天上街市的街灯 你就会觉得 它就联系起来 它就有一个想象的空间了 对吧 好 第四个 眼前的实景与想象中的虚景呢 要注意过度衔接 做到妥贴自然 那么也就是说 哎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想象的部分 哎 再回到现实的部分 哎 就是我跟通俗点 就是一个穿越的过程 对吧 穿越的这样一个穿过去的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怎么样 过度 哎 我我这个问题 我真的上次我的这个直播辅导也说过 对不对 哎 过度这种事情真的一定要把握好 就是你千万不能理所应当的 你觉得这样从这到这就正常了 就是正常的了 你一定要用很好的方式去告诉我们 告诉你的读者 你为什么要从这转到下一部分 一定要说清楚的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几个例子啊 我家住在大海边 哎 有这样的一句描写啊 我们躺在上面 听大海哗哗的歌唱 哎 海浪爬上来 搓我们的脚板 哎 这时候这样的描写 哎 我觉得就是一个想象的过程 对不对 哎 我们可以说她是女人 但是这里也有想象的成分 也就是说 海浪在之后 啊 过来了 挠我们痒痒 对不对 显得非常的可爱俏皮 海滩上 哎 我们的整个的气氛 是这样一个轻松和喜悦的